香港迪士尼乐园上个财政年度 总收入是17亿港元 正规选24亿港元 因应政府防疫规定 迪士尼乐园上年度近四成的日子 都是处于关闭状态 原方说去年总入场人次较前年上升6成4 达到2百80万 本地客人入场人次增准117 乐园连票的会员人数增幅过半 两者都是创历史新高 至于酒店入住率就有7成7 整体而言 上个财政年度总收入是17亿港元 正规选24亿港元 乐园说会审慎评估业务 包括疫情持续带来的影响 并检视策略和扩建以及发展计划 有餐饮业界认为 重开时间表为他们带来一丝楚光 但有酒吧业界就不满 未能和食肆同步放宽 自1月初起晚市禁堂食 市民最快下个月底终于有望 可以出街吃晚饭 但酒吧就可能要等到5月中才能够营业 拥有4间酒吧的陈兴华 停业期间每个月亏损大约80万 其实酒吧和餐厅的分别在哪里呢 大家卖同一样的食物 大家卖同一个牌子的酒水 我们的酒不会有特别的 不会有菌在里面的 其实大家吃东西喝东西都要脱口罩 为何我们业界要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同事就问了 其实老板我们何时可以开得回 什么叫第二轮 一个无了期的 其实是确认码 有餐饮业界说 至今超过3500间直市亭业 认为开放首阶段 应该放宽去到6人一态 政府从一个非常谨慎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我又不能够说它完全不对 但是对社会经济的平衡那方面的话 似乎又握得太过紧了 就算放宽去四人一态 其实对一些大型的食肆 特别是要做一些宴会的 做婚宴的 这些酒楼或者一些大型的厨所 放宽要等到第二阶段 才可以一台八个人 对他们来说 会遇到一个挺大的困境 另外政府容许小学和幼稚园 下个月19日恢复面秀课堂 现时3至11岁的小朋友 第一针的接种率只是大约得六成 有医生担心下个月复货或者会有风险 曾奇恩认为应该减少面秀课堂 和群体活动的时间 以减低染疫风险 护士电视机在刘俊玉部 一系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原定实施到下个月20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终其检讨实施一个月的情况 因为疫情仍然严峻 抗疫工作需要坚持不懈 相关措施需要维持到下个月 但就交代服上的路线图 分三个阶段三个月放宽 第一个阶段由4月21日开始 大部分表列厨所即食肆、健身室、美容院等等 和康文署核核的体育馆、图书馆将会可以重开 限制令放宽到4个人 食肆恢复晚吃堂食到夜晚10点 每台的人数最多4个人 亦取消两户以上家庭在私人地方聚集的限制 第二阶段即最快5月的中后期 酒吧、酒馆、泳池、泳滩也重开 户外运动、郊野公园、健身室不需要戴口罩 晚吃堂食放宽到午夜12点 8人一台、酒吧就4人一台 去到第三个阶段 将会解除所有对顾客人数、营业时间的限制 虽然有好像越过了一个高峰 有下降的趋势 但是下降的幅度 不是说即是立刻可以见得到 令大家都很安心 今天的万五到两万宗的数字 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相对于我们过去四波疫情的最高峰 是当日150宗左右的个案 仍然是100倍 放宽到最后的阶段 仍然是有所坚持的 坚持的最基本限度的措施 包括进入厨所前要使用安心出行 以及要出示疫苗通行症 这个厨所要进行清洁消毒 公众地方的聚集人数会有限制 以及要配戴口罩等 你问到如果下个月21日之前 疫情大幅转好 可否提前放宽部分处所 申正月娥说不会 不要忘记 我刚才说 未来一个月我们做的工作 不单止看疫情 我们要提升接种率 我们要减低医院承受的压力 我们要帮安务院社去复原 所以这些工作在一个月内 能够可以有这个空间做 都是很紧臭 另外政府说小学 国际学校和幼稚园 4月19日开始恢复面秀课堂 至于中学 要等到中学民朋友 相关核心科考完后才恢复 那郑月娥说 3至11岁小朋友的 首剂疫苗接种率不够六成 期末下个月底前 趋高去到九成 但不会要求他们打针 才恢复面秀课堂 因为要尊重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本岸新增14000多宗新冠病毒个案 再多200多人死亡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举行记者会交代 复常路线图 他提到如果疫情持续放缓 没有反弹的话 社交距离措施由下个月21日起 会分三个月三个阶段逐步放宽 另外下个月开始会取消 对九个国家的禁非令 反港人士在检疫上也有新安排 至于说了很久的全民强制检测 林郑月娥话会暂缓执行 国家对政府的新措施有不同的借鉴 本港新增1400068宗新冠病毒个案 确诊数字连续第三天低过2万 也未有新的软射病例 新增个案除了5宗输入 其余都是本地感染 4518宗是核酸检测阳性 9545宗是快速测试阳性情报 Omicron在社区都会有很多隐形的患者 因为很多可能都没有病症 所以都不是个个会去做到检测 那这些抗原检测或者是核酸检测 当然我们希望市民如果有病症 或者是有怀疑高危的话 都要尽快去做 一向这些数字都是看趋势 就不是说可以100%知道整个社区所有的个案 星期日有179个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由44到103岁 当中115人没有任何疫苗接种记录 根据月15至19日有43宗死亡未公布 星期日有392人回出院 目前有大约1万1千人在医院局下的设施接受治疗 好消息上就是说在出院的数目上 过去来说我们是入院是会多过出院的 但现在开始我们都是接近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医院现在的情况都是略有改善 在过去14日一共有超过170间院设出院个案 一共涉及3705个院友和957个员工 而在星期日没有新的院设情报确诊个案 老人院设本身大部分的院设已经受感染了 可能之前他们爆发的时候已经是有感染的 那些已经感染了 另外当然疫苗都希望是其中一个因素 另外当然我们都要看多数日的情况 对于4月下旬将会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冬局说要视乎到时的情况 再评估疫情会不会反弹 无线电视记者来看新报道 林郑月娥又宣布暂唤全民强诊计划 但说会持续分析疫情 如果时机合适和条件具备的话 不排除会再考虑 第五波疫情严峻的情况持续过几月 政府由原本说计划3月内进行全民强诊检测 去到早前说仍然细化方案和分析情况 最新决定是暂缓计划 这个全民强诊如果进行 将会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 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人员流动的配套 但考虑了内地的专家和本地专家的意见 而两批专家的意见是相当有共识的 都认为全民强诊检测应该在疫情爆发初期或尾段进行 香港目前的疫情虽然有所缓和 但我刚才也说过 个案的数字仍然属高位 所以专家的意见都认为 不适宜在现阶段将有限资源投放在全民核酸检测方面 特别是内地的专家 他们考察完之后 认为香港特区的社区组织能力较弱 这个也是我们与内地的分别 内地有很多小区管理、街道管理 是可以做到不漏一户的彻底性 但是香港在这方面是较弱 所以当疫情仍是冲高位的时候 即使我们这个全民强制检测有法律的基础 恐怕也难以达至全民篩查这个根本性的目标 林郑月娥说会持续分析疫情 如果时机合适和条件具备 不排除再考虑 她透露经研判 如果要为全港大概720万人做检测 需要500个检测站 每天14个小时 包括9000个内地彩虹员 合共大概8万人走 我听到很多人士 包括立法委员 你们有心做就做到了 即是可以一个星期做三次 我们经过这么紧密的评估 沙盘推演 甚至每一个程序去走 发觉一点都不简单 她曾经在1月初 已经提出进行全民强检的立法委员认为 既然政府已经错失最佳时机 应该提出其他办法 如何令到确诊个案由高位横行回落 而不是只是推高疫苗的接种率 她建议按风险以大范围区域为单位 逐区做大型为封强检 无线电视记者 陈坚报导 我看见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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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